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ed Bull Air Race World Championship 第五站賽事 上週末在俄羅斯赫山圓滿舉行 上一年首次參賽 就贏得這站挑戰組 冠軍的香港機師蔣亭 在週日同一項賽事 再一次登上頒獎台 贏得桂冠 大會金貴將赫山站的賽道 重新編排 令到在參賽機師中 排首位出戰的Kenny 需要重新適應 不過發揮穩定的他 在全場未有犯下任何錯誤的情況下 做出59秒588的成績 而排在第二位出賽的 美國機師Kevin Coleman 就以58秒316 成為金站挑戰組冠軍 亞軍就由南非機師Patrick Davidson 願得 這個賽道和上一年的賽道 是差不多完全不同 也是我第一次有這麼高高 向右轉這麼多個彎 所以我想今天風速是比較大 星期六和星期日的風速會比較慢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時間 應該會慢慢有進步 今季挑戰組賽事 一共有10位機師參與 7站賽事成績最好的前六名機師 將會濟身11月的總決賽 蔣寧由於在第四站匈牙尼賽站 才加入戰犬 所以目前排在榜尾 但只要剩下兩站 繼續有好的表現 仍然有機會晉身決賽 加油!Kenny